这个今天本来咱们说要聊聊赵洪霞 可是呢那天咱们讲这个小时代啊 王老师真是照他自己说的话讲聊得兴起了 时间明显不够了 所以小时代这郭敬明应该给点钱给我们是吧 两级 小时代为什么您意犹未尽 不是啊他是这样子 就我对这个小时代的小我还来不及啊 阐述 来不及阐述 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叫小时代 我就想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吧 就是必须是谈国家大事 人民的大事 历史和未来 政治是大事 国际政治这是大事 而现在呢我们进入了一个 谈经济谈民生的时代 经济和民生呢您要跟那些大的政治的口号 政治的标语相比已经显得小多了 如果比如说您考虑的是自个儿的收入 您显得就更小了 如果您考虑的您这个服装的品牌您这就更小了 所以就被认为是小 还有我想起一个特别可乐的呀 就是咱们台湾有一个戏剧家文学理论家教授博士 马森 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 他曾经在香港有一次讲演呢 他就说 他说大陆吧 这个文学作品的名字都喜欢加大 什么大迁移 大烈殿 大断裂 大跃进 大转变 连苏联的片子都是大转变 大转机 但是台湾特别喜欢用小 台湾呢 这个小我一下子举不出来了 什么小男小女呀 小S 短小轻 轻薄 也有大S 短小轻薄 对对对 讲这个 可是我觉得呢 就是这小时代的出现呢 是必然的 他本身的这个作品的质量怎么样 不好说 因为你比如说太炯 太炯也不是什么 有什么很深刻思想 他有各种的条件 各种的情况 既有主观的条件 也有客观的条件 他出现了就是这一类的片子 他也 这个 这一点又是 建英上次说的 那个跟王硕相比了 这个在这个阳城晚报上 我看着郭聂明啊 他就这么回答 只要这个片子 有人看 不赔钱 他说他因为没有导播电影 他是很忐忑的 他认为就算成功了 就完了 他没有更高的追求 就是钱 相反的 你如果有更高的追求呢 有些有更高的追求的人的那片子 并不受欢迎 上次这个郭敬明 还上我们这个 枪前三人行 这聊 这聊到后来 也是节目时间短 有些话就没出去 他这个青年 我觉得是渴望成功 他觉得这个 我觉得他 他小说里特爱用一词 爱用锋利 他就是这种目标明确 觉得就是 势在必成 然后就是说 愿意为了成功 搭上一切 就是 然后呢 就是说 甚至就透露出这样的意思 他说我问他 我说你是觉得商业成功更来劲 还是文学创作更让你爽 他觉得这两方面 都是他的追求 甚至他就说 到后来这话说开了 他就说 就说实话 你说要到最后 他说我就真的就说 往成功的商业那方面去努力 是吧 我也不一定 非得说一辈子 都要当一个作家 文学家 艺术家 我也不一定 往这条路上一直去 他说商业上的成功 一样是很了不起的 他现在不就是 什么董事长 什么公司董事 他已经就是 两期动物了 至少是 是吧 他又是商人 又是写作 这里边问题 我觉得提一个问题 就是在哪呢 我听到的周围 一些朋友的 这种反应 有些是根本就没看 这片子 就说我拒绝看 包括这之前的 这个复春山居图 他就说 拒绝给烂片 这个增加票房 我就不看 是什么呢 因为重样的这些朋友 比如说他说 我们看了很好的片子 比如据说台湾 有一个 这我也没有来得及看 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 就是叫逆光飞翔 是吗 逆光飞翔 就写一个盲人钢琴家的故事 说拍得非常好 用了很多的时间 讲这么一个故事 很好看的片 小片 根本都排不到多少 排片量非常低 就占不了多少 影院都不能全部上影 也没有钱去做大批的宣传 而同时呢 像复春山居图 像小时代这样 就是花的投入大 就是拍拍摄的成本 和宣传的成本 到最后排档的成本 就排片量 在多少影院 你要占多少屏幕 整个是一个巨无霸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你别看他这是小时代 可是他的出场 可是华丽的 就是说上了这么多的作为 在这么多的宣传 包括我们都在谈 实际上都在给他增加宣传 在这么一个时代 就是谁先看见 你就成功了 就是你去看了 你哪怕骂 你钱也赚着了 而那些比如拍的好的小片 你没人看 谁知道他好不好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 有很多我的朋友 还不是光是 我说的不是光是 我们这些同辈的人 这不是一个带子 有很多80后的小孩 就是这个态度 就拒绝给这种片来 你已经太霸道了 不是 这个拒绝啊 那我知道的更多了 那不是说拒绝看小时代 拒绝看小时代 非常正常嘛 你本来 你如果 对不起啊 如果咱们 没有这个枪架三任行 斗领导 我这给下纸欲 我也不去看 我正要说 我到现在也没看 没看 不过你就是 因为你更伟大了 你让你的手下的人 去看看就行了嘛 让秘书们看看就行了嘛 王老师多留一会儿 不是 这是这样 我最佩服的是 那几个哥们 拒绝看探塔尼克 探塔尼克 拒绝看阿芬拿 为了表示自己的伟大 拒绝买电视机 拒绝买电脑 拒绝用手机 我也很佩服 这确实有这样 我也佩服 但如果要是 属于作秀性的 那是咱们另一 还有刚才建英 可是提的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极对 太对了 我尤其最近 甚至我可以说 我很痛心 我就是感觉到这种 大众文艺的产业化 它正在培养白痴 就是您在看电影的时候 您要想舒舒服服的看电影 你一定要下一个功夫 降低自己的智商 您别上电影院置气 是不是 您花了七十多块钱 七十多块钱 容易吗 现在中国一个人 一个小时的劳动 能挣 每个人一小时劳动 能挣上七十块钱吗 这些大片都到九十块钱了 有的九十块钱 是不是 那是座位弄得修得也挺舒服 可是你看着看着 你觉得这也不合逻辑 我过去就是爱这样 我看电视剧也是这样 我看电视剧 看这怎么 这怎么节外生枝啊 这个完全不合逻辑 甚至你看武侠小说也是这样 一句话能说清楚 它不说 它就不说 俩人家就打 打得血和流烂的 不是 您要这么一生气 武侠小说不能看 电视剧不能看 电影不能看 晚会更不能看 您以为晚会上得真实性强 穿的服装 它代表工人吗 代表农民吗 代表农民工吗 那个逢巩的那些优秀事迹 它是代表社会的这个大众吗 可是您要那么一来 您不是自 您上电视院去干嘛去 您生气去了 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有这个问题 现在关键不在于有这些片子 你太炯也好 富二代也好 那个肥皂剧也好 那当然要有的嘛 那怎么办呢 要不是那么多 问题是就是 像您说的这个 真正好的片子 得不到 就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是不是啊 我们连些权威的影评都没有 或者就对骂 而且有时候骂的水平也很低 比如就郭敬明先生的生理的特点 生理状况来进行骂骂 当然我们看了以后 我也觉得不舒服 是不是很无聊 但是真正很认真的 我们的电影到底到何处去 有太炯 有小时代 这绝不是电影的多么大的问题 但是你要只有这个 而且一看声势上全是这个 你连一个正经的 有头脑 有思想 有感情 激动人心的东西都没有了 他就是一个 所以我说巨无霸 这巨无霸其实是 原来是从汉堡包这个来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麦当劳的那个 他最开始有个汉堡包 然后有个cheeseberg 然后最后有个big mac big mac翻译过来就应该是巨无霸 这其实是这么来的 就各种巨无霸都开始了 他是资本时代里边的一种 又是特别浮浅的这种 因为你要打的目标 观众是最大化的 对吧 老少贤疑 没有文化的 没有知识的 都爱吃 都能看懂的这么一种东西 他就叫做巨无霸 这个也有人呢 就把它理解成了一个敌对关系 这就是咱们这些年时髦说一句 就劣币驱逐良币 就说为什么这些所谓好的东西 提升智商的有营养的东西 没有机会呢 恰恰是因为这些个商业的 这些个烂七八糟的东西 淹没了 他理解成了这样一种敌对关系 它不是一个敌对关系 关系是一个 我是觉得啊 就是这种文化生活 你把娱乐放进去 完全没有问题 包括娱乐业里头啊 它有几种力量 市场的力量最大 市场和传媒是结盟的 市场和传媒结盟以后 已经均临我们的文化的发展 然后其次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我们的领导的力量也非常大 但是现在对一般的这个电影啊 娱乐节目晚会啊 领导表态的也非常少 你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小时代 这里的既没有领导受益要提倡 也没有领导受益 说是要压制 因为他也回避了领导不喜欢的东西 咱们这么说的 对 非常对啊 是吧 所以他很精明的 实际上 民生无小事 这是你我关心的话题 一起微笑着进步 发挥民意 监察正能量 民生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 凤凰瑞士中安台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类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离 我非常赞成您说的 它不是对抗的关系 其实应该是并存的关系 从一个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 我其实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我都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这个角度我们应该提倡 温和 温和 境太多样性 各界人都有个人的空间 可是实际上你到了一个市场经济 它有一个市场份额的问题 它就是大份额的 为什么我说巨额就是巨无霸呢 你可以并存呀 你可以在后边吃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角落 光都照不到 人家都不知道你这开了一家小饭馆 你再高级的饭是没人知道 再说呢 你从小的味觉已经被定位成 你就吃了汉堡包 你觉得这是好的 你知道 你根本都吃那 你都吃不出好来了 我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 我的体会啊 就是我在中国这个市场上混混啊 我就发现现在中国啊 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啊 让你去做烂的节目 对 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呢 阻止你想认认真真的 做一个好的你喜欢的东西 太对了 他这个这种信息时代 传媒时代 市场时代呢 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咱们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批真正有专业水平 学术水平 这个文化的基础 这种叫什么基底的 这么一批 就所谓的专家们能说话 因为如果要讲市场 美国市场更厉害 比中国还市场化 美国什么烂玩意儿都有 三级八级什么片 X片 O片 要什么片 有什么片 但是美国不光有这个呀 是不是 美国的 它还有纽约时报啊 它还有乐评 书评 各种各样 剧评 影评 而且连那些大作家 他对纽约时报 他不敢不在乎 对 没错 还在乎 我说过我81年去那个谁啊 那个阿森米勒的家 阿森米勒 阿森米勒 他就说他的这心系啊 他忧心忡忡 因为纽约时报老不表态 然后结果我还没回来呢 纽约时报表态把他那心系给全否了 他不敢抗 他抗不动 可是中国有这样的批评吗 没有 中国 所以他有呢 有很多烂片 是绝对正常 但是有人能指出来他的烂 而不是说我不看 你不看 这叫什么呀 你不看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还有人说我不看《红楼梦》呢 我不看《红楼梦》的声音 比你我不看小之类的声音 还要强大 还要到处的宣传 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 而且您说的就是美国纽约时报这种 像还有纽约克 比如说纽约克 这么精英的 他的发行量其实非常 纽约克常年是一百多万的发行量 他不是一个很小众的 所以我说这个市场份额这种畸形啊 在中国 就是说你可以有这种片子 但是这种所谓另类的小众的 他也不应该就挤到完全没有声音 完全就是 那真是tiny 这个你刚才说的就使我联想到啊 那个评论家白夜 他有一个观点 他就说文学 他说现在坚持纯文学的 就是各省的文学期刊 他说现在书呢都是走市场的路子 因为书啊现在他必须 有的那个这个就是出版社呀 工资都停了 全部就是按你一边的书的利润里的你分成 所以他他当然他就这走市场的路子 其实这个就我所知道的美国也好 或者西欧一些国家也好 他也极其重视畅销书 但是他往往能够坚固 就是我在出上销书求钱的同时呢 我也出点有品位的书 我来求名 或者我来保持我的一个品位 我保持我的一个级别 一个脸面 一个脸面 对了 我觉得吧 现在就是不要脸了 这不要脸 他这个有一个文化间断的问题吧 我觉得背后就这种现象 断裂的太厉害了 就是从一个扫荡传统 扫荡文化的一个时代出来以后 我们又急速的要追赶另一个文化 这追赶呢是一种追赶商业文化为主的这么一个 就是您说的商业时代嘛 你在一个文化 原来有文化基电全被扫完了以后 你是一个虚壳的 你追求一个新的商业文化 你当然只能是皮毛 对不对 这没有 所以你看现在的这种 就是新的产品 什么主流 只能叫到产品了 真的 很有这种空心化的这种趋势 你仔细看里边全是空心的 你甭说价值观什么对错 他就是对 里边也什么东西没有 这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也是资本的本性决定的 你知道就是他 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圈钱呢 因为这个钱的算计啊 是非常简单的 短平块 如何产生效应 这几个味 名人凑到一块 好 你们就买票来看呢 一切的明星效应 一切的效应组织在一起 它产生一个商业上的划算 它就是这个本性啊 你 连这个要我说都是二流的 要不我说他那个女主角 那小时代女主角 那国际金融根本不搭界 真的玩工具金融的 哪这么玩 哪有这么浅啊 那里边学问大的 您那高级的游戏 还是给你算的一愣一愣的 你根本就追不上 您就收小钱吧 是 这个 如果说只是啊 就是青年作家 郭敬明导演 导出这样的片子 我觉得还可以让人能够忍得住 问题是 咱们有一些大导演 我实在不能再提他们的名字了 因为他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我们民族的精英 我已经知道 我们这大导演 导出来 也是这种无厘头的空心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 这就更可怕 说得太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啊 就是把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产业 用一种专业的态度 你说的 学术的态度 是不是 思想的态度 用 用 有国际的视野和历史的视野 对它能够有所评估 至少我们告诉人 这个电影是可 你们可以看 看着也可以玩 而但是这个电影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好的电影 对 问题是我们得能说出几部来 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好的电影 你就拿这个去弄软实例行吗 我觉得这出的多寒碜啊 首先弄不着 然后出的以后就让人家笑 我看了一个这个好莱坞的什么 什么什么评判报道 说提了一下傅春山 那话里边全是讥讽啊 就说你们就是一种 就是说 靠着官方的权利来占这个座 把这些外国的大片同类的吧 外国大片全排的不是一个档期啊 这样你们捞足了钱了 很看不上的 我觉得不要走这个路 真的 国际视野说话了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罕见病让父亲失去行动能力 因为这个病是剑动人嘛 就像水冻成冰一样 是一点一点的 同样让曾经的洞盖少年卧床七载 我出去打工去 他还骑着自行车给我送到汽车站的 等我年末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妈个轮椅退运了 关注剑动人 让世界阴密而解冻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御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国家旅游休闲渡浆区 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汇渊酒精黄 年份渊浆 五井贡酒 现在有那么少数人 他讲究在这个社会里独善其身 他出于一种信念 认为人吃什么东西 会影响你整个人的素质 所以比方说 他会让自己不是说非礼物事 非礼不听 而是说我的时间很宝贵 要留给最精华的东西 吃的要最一流的美食 看电影要看最好的电影 所以我不像你们那么有时间 你们可以周末去娱乐 看点烂片 嚼着挂着 吃着爆米花 嘻嘻哈哈 笑个场 他说我不行 我要听 我要看的都是人类最好的精华 他相信他就像个香炉 像个炉子一样 我这样的吸收啊 最终能把我炼成一个很好的人 全是精华呀 这个对即使是在饮食上 也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见得最有益的 就精神食粮 或者我说文化产品 我的体会也是这样 我呢 我自信 我还是认真的读经典的 比如说唐诗三百首 我能背其中好多 老壮我也能说 但是我也看那种 特别娱乐性的书 为什么有不同的情况啊 在飞机场 您等飞机 我在飞机上就爱看烂片 王老师说这话 我太爱听了 您要是在飞机 对啊 还有在飞机上 您不看烂片 您看那还 很严肃引起你的思索 什么苏菲的 什么选择呀 什么那一类的 你受内 受内养罪呀 谁 我这么说 我相卢行的人格 我很佩服 我觉得而且 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种 真的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也很佩服 当然他自己 可能太纯粹的东西 的确他就有 有点问题 说实话 但是我真的做不成 而且我觉得 就是还是那句话 生态多样性 各种人都应该有 但是呢 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公平的问题 您不要一种 就相互不要压倒 所有其他的 土坯的大把盆 是吧 但是您也别 突然变成 瓦府齐名 就变成 瓦府 黄中悔气 叫什么 瓦府齐名 皇中暗雅 瓦府 不能变成 这么一个时代 这个我觉得也 就又变成 另外一个极端 又奇景了吧 也不公平了 这是不是 是时代正常的样子 大概就是 我觉得历史 咱们还是缺点